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城 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 想到一个就是几个浪漫的行业 所谓的浪漫的行业就是 浪漫者就是 他非常的缓慢 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文艺气息的行业 哪些行业是这个呢 因为我为什么想到这个 是因为有人拿那个黑胶上面给我 我说 我现在已经没有那种 那种唱机了 旧式的唱机 用那个钻石唱针的那种 然后那个东西要用那个真空管的 那个放大器 放大器 你才能够听到它很柔软的声音 而且那些黑胶上面基本都绝版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人在生产这个东西 所以那都是非常有可以发事故之忧情 那看到那黑胶上面我就想到什么 想到我大概在青少年时期 那个时候开始听很多的黑胶唱片 不管是音乐或者是外国歌曲 那个时候还有新的歌曲 相声都是从黑胶唱片里听到 那个时候街上有一个行业叫什么 叫做唱片行 唱片行 唱片行这三个字 非常的古老 几乎很多人都忘记了 什么叫唱片行 就是卖黑胶唱片的 当时的黑胶唱片这么大一张 这么大一张 那也有小的 但是通常都是这么大一张 那个就跟以前有光碟刚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代 那种放映光碟的机器 因为它现在光碟的压缩技术很高超 所以以前的那种 那种储存的格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但是那个黑胶上面它是靠摩擦 机械式摩擦 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逛唱片行 逛唱片行你要买唱片的时候 就像看书一样 那个书你可以无声的在那里翻 可是你唱片 你必须要请那个店员帮你放 所以拿一首曲子是怎样 所以那个唱片行基本上来讲 它的成交几率是 几乎是高达90%以上 因为你是有一首歌你很喜欢 所以你到那边去挑选 那首歌在这个唱片里面的第几曲子 请它放 然后它放完之后 你一听了都没有问题 好OK 乳甲包换还有有损坏的话 有跳针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拿来换新的 那首曲子听完之后 基本上就成交 就给钱然后就拿走 拿回家 因为你迫不及待想听那个曲子 那个时代叫唱片行 而唱片行没有客人的时候 它随时的一天整天的时间 从它早上开张到晚上打烊 它整天都在放音乐 各种音乐 从古典的 现代的 摇滚的 抒擎的 抒擎的 音乐或者是 这个 这个相声段子等等的 它每次都是 因为老板有交代嘛 要放一段之后就要换一张 换 放一段之后换一张 然后甚至于有些老板更厉害的就是 他能够算得出来说哪个时段 经过这个店铺前面的人 是哪些人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是 以前很多军人 几十万军人在这里 这些阿兵哥喜欢听的是什么 可能是相声 那他们什么时候放假 会经过这里 晚上放假 OK 好那就在晚上某个时段上 他放相声 一讲了 这个吴兆南卫龙豪 那个这个陈一安卫龙豪 登台上台一鞠躬等等的 大家一听就会驻足欣赏 可是阿兵哥比较困难 因为他买了唱片没地方放 拿到中山市去的话 那也只有少部分时间有机会可以听得到 但是这个唱片行的这个店员 这大部分都是小姐 年轻貌美的小姐 那我今天讲浪漫的行业的从业人员 未必见得是浪漫的 也未必见得是文艺的 你往往问他这个唱片 这个唱片是谁唱的 他不知道 是哪个老外型 现在流行什么 通通莫宅羊 不知道不知道 所以唱片行本身是浪漫的 因为他从早都在浸润在音乐的氛围里面 可是那个从业人员未必见得 他就是吃粮拿心 仅此而已 那这个唱片行已经没有了 后来有录影带 足手店 录影带足手店 他就不会放电影 录影带了 大袋子 然后之后有CD发明之后 这个 现在就有卖CD的 以前还有用租的 现在大概 自从百事能还是什么 宣告这个 结束营业之后 这个录影带租的时候 没有了 只有买 因为越来越 越廉价 基本上没有人在租这个东西了 那个 现在的这种 这种所谓以前的唱片行 大概在转型吧 现在在中国大陆叫做音像制品店 那常常里面很多都是那个 都是艳品 都是那个复制 那反正就是影音嘛 可以有CD 也有VCD DVD等等 那VCD这个格式 现在基本上也被淘汰了 只有DVD的 更压缩的更紧密 这是第一个浪漫的行业 以前我高中时代 常常去逛唱片 就站在那里听 因为有的很多 因为我刚才讲成交率 几乎是90% 只要来问的人 基本上都是 都是这个 这个也针对着某个曲子嘛 因此你就知道 现在流行什么 还有人家怎么去评价这个曲子 这个演奏者 这个歌唱者是谁 那你从旁边 可以得到很多的 这个新的知识 那第二个浪漫行业 叫做画廊 我以前很喜欢逛画廊 那个画廊 这个从业人员 照理说 一个画廊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从业人员 应该对画很了解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 我每次去画廊 看展览的时候 只要 想要请 那个服务员 帮我们解说一下 都发现到 这个 完全 这个一问三不知 他就是在里面看守 就像是 就像是一个 一个守夜人一样 坐个椅子坐在里面 不要你不要破坏画 也不要去动它 你看画要有一定的距离 这些东西都要 都要有人教 我曾经带过很多人去看画 教他要怎么样 欣赏画 要站多远的距离 人家画画 就是要让你站 那个特定的距离 视角去看这个画 等等等 然后这些画的是 谁画的 是基于什么什么理由 什么什么 那些都有很多的资料 你才去看 所以画廊 也是一个浪漫的行业 那现在 因为画廊很难经营 画廊的从业人员 刚刚讲 也是吃粮拿心 他并不是文艺青年 在那边做 他只是一个看守而已 那实际上画廊 是一个很好洗钱的 就是 就是白手套 洗钱的工具 因为绘画这个 制画这个东西 是没有 没有一定特定价钱的 所以常常在拍卖会里面 某某名不见经传的人 画卖出极高的价钱 其实他是要把这个钱 洗到国外去 就是洗钱的手帖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谁在洗钱呢 是这个画廊的 那个负责人 而不是这些 从业人员 所以他虽然这个浪漫的行业 实际上他的操作并不浪漫 并不浪漫 那 那你去看画廊里的画里面 比如说有版画 什么版画 怎么样签名 还有那个 这些人落款 落在哪些地方 哪些可能是赝品 另外一个就是 这这幅画卖掉之后 他贴个红纸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就让你 你现在能看是最后一笔 为什么 因为接下去 这档节目完了之后 这个画落谁家已经决定了 有人买了 是私人收藏的 那如果你还对美术 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什么 就是到美术馆去当志工 像高雄就有一个很大的美术馆 据说很多的美术馆的志工 我也是去问过 我以为这些志工们都经过特殊训练 然后可以跟你讲 比如说现在 现在要 这一档展棋 展的是尼洛瓦的 那尼洛瓦的所有的 这个来龙去脉 他应该都很清楚 因为在这个展前 他们应该有做集训 但实则不然 因为这种志工是无几职 而且都退休人员 脑筋已经顿了 他如果不是从年轻就开始玩这个东西的话 对这个艺术有嗜好的话 他不会投入的 当然最有趣的就是 我曾经认识一个人 他也很喜欢画画 从小对艺术也很有兴趣 教师退休之后 他想要排进高雄美术馆的导览员 结果居然因为增多周少 很多人在应征 都是一些有学历 有博士硕士级的人 退休人员 在那边考试 彼士他就没过 那那个时代是这样 那现在 因为根据我后来 我几次去看展 第一个有的时候 你这个展厅里面没有人 找不到人 我说万一有 暴徒要破坏的话 那你那你那你这些展品 可能就啪啦 就被他打碎了 打到这个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破坏或者是窃盗 都有可能啊 那个窃盗人他们窃盗 那个名画是什么 怎么窃盗 他手法非常粗糙 把画拿在这 把后面拆开这 把整个画 不管是油画的 什么画 全部拿起来 折成小方块 像手帕像塞在口袋里面 然后画框挂回去 然后人就散人了 你根本就无法抓到他 但是因为他没有人看守 那如果有人看守就不是这样 因此现在其实美术馆志工 也是一个浪漫 一个浪漫的这个职位 但是呢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已经不是真的说 能够跟你讲一套的 照理说今天我今天如果说 要展览一个某某一个名家的话 应该特别征召一个 对这个名家特别嗜好的人 他才会如数家珍的跟你讲说 比如说罗丹的雕塑 罗丹又是什么样 那来龙去脉 罗丹又跟谁谈谈过恋爱 等等的 这些他的爱人是谁 那他的爱人又是怎么样 那些故事 这些拜官也死 这些旁证的东西 如果是一个有兴趣的人 他早就了然如新 只是真鸡现在运到这边来 然后有保险公司什么 还有某些重要人物都出现 那因此他在介绍的时候 如果即使是志工 他应该也是有深度 通常这些展览的第一次 就是开幕式的时候 那个会有专家解说 那只是一个记者会而已 那个不作数的 后面来看的人 通通都是如胶干辣 这是浪漫行业之二 画廊 第三个浪漫行业 就是咖啡館 咖啡最吸引人就是 他在烘焙的过程 跟煮的过程里面 那个香味 香味不必 不管是Starbucks 或者是85度C 都是这样子 那都是有特调咖啡 我喜欢喝咖啡 所以我每次闻香就要下马 闻香就受不了 就想坐下来喝咖啡 咖啡館也是一个浪漫行业 我想这三个这个行业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 都曾经想要 想要试图燃止过 但是通通止住了 因为你深入了解之后 你就会止住 就像咖啡館吧 很多人都说某某咖啡 品牌我不要讲 说他里面放了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化学药剂 才会产生那么浓郁的香味 不是咖啡原味 甚至还有人讲说 铁罐装的咖啡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绝名子的煮的水 不是咖啡 跟咖啡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讲这个话的人 他说他们家里面曾经投资 这个开这个罐装咖啡 铁罐装那种咖啡 什么牌子你大概就知道了 那种那种咖啡不能喝 一定要咖啡一定要85度C 才能够有浓郁的香味 所以有一家品牌叫85度C 就在那个温度最适合它 也就是你要 它温度不能再降低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喝完 所以大杯喝咖啡都是错误的 必须要小杯小杯的喝 像Exposo这样 意大利的咖啡这样 那另外一个跟咖啡相关的 就是茶茶馆 这个茶馆不是大碗茶 也不是一大壶茶 而是小小的品名老人茶 老人茶的原始的意思就是七杯通大道 一醉解千愁 也就是你喝了七碗茶之后 那个所有碗不是大碗 是小杯子 喝了七碗之后 一下都生风了 你看看它那个回甘的味道 多么的这个畅快 因此你会喜欢喝咖啡的人 像我现在戒烟大概有20年了吧 那以前我是续咖啡续茶 很喜欢喝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限制就是 咖啡就是一杯完了就OK了 要聊什么就在这一杯里面聊完 剩下就解散 这个You go yours I go my way 就是这样 吞道扬镳 因为你刚才在这一杯咖啡里面 已经把咖啡的精华喝到肚子里面去 对双方的精华通通到 输入到对方的脑子里面去了 OK了 就应该结束了 同样的喝茶也是这样 而不是坐在里面一坐 做几个小时 那都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的事情 但是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情绪饮料 我曾经讲过酒跟茶都是一种住性的饮料 其实咖啡也是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没有人告诉你的话 你就在那边哭坐在咖啡厅里面 一整个下午 但有些人写小说要找灵感的时候 那其实你不如喝一个香片 你真正要喝茶 就是老人茶 就认真的喝 认真的喝咖啡 认真的品酒 茶是用品的 咖啡基本上也是用品 而不是用喝的 这些都属于浪漫行业 我曾经都想过 但是这个后来都没有做 这唯一的只有咖啡仍然还没忘情 因为咖啡跟茶 但是如果说你用刚刚讲的那种方式 大概在30分钟以内就结束了 就是就翻桌了嘛 就是翻桌率很高 那如果你用这个角度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说来这边 我们是希望一面喝个咖啡 一面喝个茶 然后看看表演 或者听听什么玩意 那个现场的live的表演 那就像 那就不是茶馆 也不是咖啡馆 而是另外一种书场 说书的地方 或者演艺场所 跟这个就没有关系了 那也就不是 我们这边讲的 是文艺的浪漫行业 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三种浪漫行业 是我突然想到的 因为灵光一现的是 那三个字叫唱片行 这个古老行业 已经早就没有了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